主料,高粉180克,酵母5克,黄油18克,糖25克,鸡蛋25克,盐3克,奶粉6克,糖粉15克,巧克力100克,纯巧克力100克,主料,水90克,油25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黄油软化以后,加入细砂糖,盐, 用打蛋器搅打均匀,成为略微蓬松的状态,加入奶粉,搅拌均匀,再分数次加入鸡蛋,搅拌均匀,搅拌好的黄油糊,干酵母溶解在酸料水里配方分量内,把面粉倒入黄油糊里,再倒入酵母水及生鱼的水放进面包机,温柔成面团,等待面团发酵到原来的2.5倍大时,面团就发酵完成了, 一般情况下发酵时间,约1小时,发酵好的面团,用手把里面的气体压出来,然后将面团放在室温下,醒发15分钟,醒发好的面团,用擀面杖擀成厚度,为1.1厘米的面片,擀好以后,再印发5的10分钟,用咸甜圈铺具,将面皮切割成咸甜圈的形状, 切好的甜圈圈面团,放在铺了面粉的烤盘上,切割完以后多余的面皮,可以重新捏成团,松弛15分钟之后,再次擀开并切割,切割好的甜甜圈面团,是要进行第二次发酵,甜甜圈面团的第二次发酵,不要用太高的温度, 如果是夏天,在甜甜圈面团上盖上保鲜膜或湿布,室温下直接发酵即可,发酵40分钟到一个小时,直到面团变得原来的两倍大,如果是冬天,把甜甜圈面团放到烤箱里,同时放入一盘温水,使烤箱内保持一定的温度,让面团充分发酵,油锅上热,把发酵好的甜甜圈面团放到油锅里,炸至两面惊慌即可, 当一面炸好以后,要及时翻面,炸好的甜甜圈,沥干油以后,放在冷却架上冷却,把巧克力融化在容器里,把炸好的甜甜圈在野鲜里放,然后再放在烤架上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撒上糖粉,烹饪技巧,糖粉在到甜甜圈冷却后再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